29日晚狼平晒出三家活动的照片 就是合影囊括了一众体谈大咖 狼平与女排名将杨浩周苏红的合影让人感叹时光飞逝 其中狼平和姚明天亮的同光照 更是被网友戏削式递减的手机信号格 信号满了 中国女排总教练狼平结束休假 回到国内与队员们聚在一起 来到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参加体育春网录制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女排新赛季备战已正式步入争轨 在本次体育春晚录制现场 我们看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冠军 颜妮 杨芳旭 龚祥宇 徐云丽 袁新月 慧若琪 刘晓彤 张常宁 林丽 丁霞 魏秋月 唯独缺少了在土耳其的朱婷 所爱包括杨浩周苏红等零四一代 以及狼平江英老女排一代代表都出现在了灰场 三代奥运冠军聚会合起壮观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 中国第一位男子拼盘大满贯刘国梁 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等军现身活动现场参与录制 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中 刘国梁带着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 站在姚明和郎平的中间 期间与二人交谈甚欢 声动诠释了最萌甚高差